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通告 今天发布的4月24号 说是昨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个 中央中央的一个经济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很奇特的有一个嫌疑来通缆 调题叫做他审议了一个关于加强 这个军阵警民这个加固边防 就是有一种叫强化海防这么一个意见 因为昨天呢他这个日子很有纪念意义 那不是说我这个频道啊 新开了一个频道那倒不所谓 不过对于南京人来说呢 4月23号它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日子 我们知道民国38年19494月23号 中共正式的渡江并且占领南京 那么中共中央选择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说是说加强这个政治政治工作 其实落实到最后它就是一个墙边步伐 你把它翻译前大白话它就是闭关说 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52年张爱玲带着挑夫 心怀忐忑越过罗普墙 也就这么两三年的时间 可以想象到未来不会在很长远的将来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行动被执行下去 很多人不太相信在互联网时代中共还能这样做 我和一些比较悲观的面对中国现状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不停地在做一些提示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整个中华民族经不起这么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穷一国之力去对抗全世界 这个事以前苏联干的 我们都知道苏联对于解体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它可以出现失误 甚至可以出现某一届政府 还在政策上有一些偏差 但是它有一个纠错机制 它不会在很长久的时间内 始终保持着这个错误 这就是民主国家 它为什么能自我修正的这么一个机制 相对要优越一些 极权国家呢 向来是集中力量干大事 尤其是王权 那么这个世界上呢 还有一些国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比较好 他们还不太像这个王权国家 王权国家呢多少它还有一套 维持它运行呢维持这个体系的这么一个规则 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的这种极端专属的问题 它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领导上 其实它的每一级党委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说是在房价的调控上 总义不如总经义 说话不算数 是吧 真令不出真案 这个下面的和尚把金链埋了 这些调侃 其实都是讽刺的 实实在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陷阱 那么这种情况维持了几十年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现在将近一百年 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也将近七十年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看到了很多代中共的频道 他们在不断的调整这个政治 不断的调整这个党的政治 没有获得政权隐形 他们一直是用民主 用自由 用建立一个新中国 推翻三座大山 保卫土甘成果 不断通过一些宣告 来绝取民主 等到真正掌握了政权 和尝到了权利的职位 他们就开始保住权利 一切被保住执政的这个权利 甚至提出过 永久之间 我去年曾经调侃 我说我不知道中办 有这个习航 为了什么样的异化 让它能够产生长久的幻想 他在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各个层面上 被国际社会不停的打理 但是他还是自信的 从这个三月份的两会 做了一些调整 一直到昨天开了这么一个政治局会 他在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闭关锁屋 我知道很多人不太愿意相信 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 我们不需要去猜测 他是怎么想的 我们只要看他是怎么做 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 他说的是什么 历史不会注意 他做的是什么 史书上明明白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 大家平常时说话 不要高喊什么口号 也不要去针对他做什么结果 你就搞清楚一点 他的思路是一贯的 他在开倒车 而且他不许 从不许网易中央 对党内 他修改了 党章上的定义 一直到 他今年搞的这个监察委员 他对全民实行言论上的控制 可以以莫须有个罪 禁锁任何一个公民 直到他找出 他觉得可以安放在你头上的罪 所以 那么这个社会呢 整体的风气 他已经形成了 依靠一两个人 就叫喊良心 没什么特别的用具 我们知道这个 上海征担大学的校长 马向博写他 他临生前 曾经做过一份 他说 我就是一条坑 我叫了将近一百年 我也没有叫小动物 在可以预见的障碍 中国还会出现上一次 闭关书 这跟清朝是没有关系的 这只跟1949年 建政中任 他们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新代的闭关锁国 明代的海径 它主要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决定 那么中共建政以后的这种闭关锁国 它是由思想意识上的决定 政治上的问题 也不一样 它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古人呢 认为中国 所谓的中 是指我们为中心 以我们中国为中心 那么随着现代社会 科学政治技术各方面已经开放了 现在我们也进入了所谓的互联网时代 以中国为中心 这种整体之端 越来越多 1949年的决定 和这次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由执政党在意识上封闭中 它这个封闭呢 留了一些口 你无论是当年香港的一些 而且后来被全国政协 聘请为这个副主席的这么几位 为中共偷运购买国际资料 国际资源战略物资的这些白水派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广交会 它对外贸易这一方是没有切断 它采用的是青睐十三行的 这种贸易方式 它取消了 除了国营等购等消的 这种外贸公司以外 所有的自营外贸精神的取消 它保留了换取外汇的资源 这种外贸 今后我相信还会是一样的 那么对内呢 它要实行计划经济 对外 它在无法获得足够的美元的 这种交易情况下 它会进行经济上 和政治上的双重封锁 我们知道随着西方国家 在巴途结束以后 那么他们又搞了一个协定 其实对中共的这个高端产业 尤其是高端设备的引进 它是有封擦的 那么不仅仅在设备上有封擦 现在连进口的芯片都开始有封擦 也就意味着 在短期内 中共将不能继续寻求 以冒换取最大的理由 那么没有顺差的情况下 他们将保留一些 物资的进出口 进行小规模的交换 对内 在有限的资源中 进行有计划的淘费 这种政策他们已经玩过一遍 很熟悉 所以我相信 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一遍 我希望我的推测是错误的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想一想 虽然未来很可怕 但是极有可能的熟悉 提前考虑一下 我觉得并不是坏的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坏的事情 我只能发现 我只能担心 需要更多分 我只能担心 不良 我只能担心